大家好,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,我是蔡律师,和我在一起的是我的同事张月元博士,张博士可能很快也会达到律师资格,过后我们会给大家有更多的更新,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最近的我们的客户办理美国NIW国家利益豁免取得批准的案例,那么从现在今后一段时间,我们会更多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案例分析,供大家来参考, 然后呢,这样大家可以更好的了解,我这个背景是否适合办理旅卡申请,要多久,要重点强调什么样的地方,要什么样的材料,以及其他的一些常见问题,张博士你曾经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做过博士后,那你原来是生物专业的,做这个博后做的也是和医学有关的,对吧,那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吗? 大家好,我是在北京大学获得的生物专业的本科学位,然后在美宁苏大大学拿的营养学的博士学位,之后呢,我到美国国立卫生院做博士后研究,我的研究方向呢,主要是糖尿病,还有肥胖,这些分子肌理,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期间呢, 那请蔡律师帮我准备了EB1A类别的杰出人才的绿卡申请,然后顺利获得批准,之后呢,我加入了新移民律师事务所,然后在所里和其他同事一起,为有科研背景的工作人员准备工作签证,还有绿卡申请。 好的,谢谢介绍,像张博士提到的,他是通过EB1A杰出人才取得的美国绿卡,那我自己呢,也曾经在NIH做过博士后,当然我做的科研没有那么好,论文引用数量少一些, 然后呢,我申请的是NIW国家利益豁免取得的批准,那我们律所呢,也有其他的同事通过这两类常见的这个绿卡申请类别,办理了移民,那我们也有数千位的客户,包括很多来自中国的,也有身在中国,身在美国的,他们取得了美国的绿卡批准。 张博士今天呢,可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个,他最近帮助客户取得批准的这样一个案例,这位申请人是在公共卫生或者说医疗卫生方面,来自中国的一家,不是很知名的医学院。 然后这位客户呢,他是一位牙医,他在国内一个普通的医学院本科毕业以后呢,做了一个住院医,然后在医院工作了几年时间,现在在一个大学附属的一个研究机构呢,做engineer,工程师。 因为他是牙医,所以他的研究方向呢,包括牙周炎,牙髓炎的治疗,还有做口腔震机,以及用新型材料去做补牙材料,这些类别的工作。 那么在中国呢,医生或者是牙医这个类别,其实申请NIW有优势,也有一些劣势。 优势方面呢,是他们做的那个技术跟美国其实是共享的,所以移民官比较能够看得懂他们在做什么。 然后大家也知道在美国,牙健康也是普通人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。 但是劣势呢,是说因为牙医他跟其他医生一样,很多工作是在临床方面的。 所以临床方面的工作呢,比如说每天接诊多少病人,或者在网上帮病人答疑解惑,这些工作呢,很重要,但是他不符合NIW的要求。 因为NIW他自己的要求,根据以前的判例,还有英语局发的一些政策解释,他是要求这个申请人对本领域有原创性的贡献。 那么在移民官看来,如果是在医院工作,或者说做一些临床工作,治疗病人,这些只能说影响到的是小领域的,只对community或者是一个local area有影响。 他不能说是对整个领域有影响。 所以如果医生申请NIW,过分强调临床的经验,比如说我治疗了多少病人,我做了多少疑难病症的解答或者手术,这方面呢,对于NIW申请是没有益处的。 那我们根据这个申请人的背景呢,我们就开发了他的偏科研方面的工作。 比如说呢,你虽然是医生,但是你可能有case report发表,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病症,然后你发现了这个病症,然后你做了一些分析。 那这个是属于原创性的工作,对于整个领域来说也有一定贡献的。 比如说你可以做clinical research,去对比两种治疗方案在解决某一个病症方面的作用,比如说正面作用,负面作用。 那这个情况呢,也是符合NIW对医生类申请人的要求的。 那么我们这个申请人呢,因为他也有做到利用3D打印技术去治疗,去做新的牙科材料。 所以这个呢,也算是科医领域内的一个创新,比较领先的领域。 所以我们对这一方面也加以强调。 总之来说吧,我们是以科研的角度,着重医生在原创方面的工作,所以就更强调他这方面的研究经历。 然后呢,结合他的临床实践,对申请人的申请是比较有利的。 好的,谢谢张博士的介绍。 那么我想起来,此前我们也曾经举过的一个例子,金庸的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,讲到呢,这个名医叫蝶骨医仙胡青牛。 您说胡青牛治好了好多病人,叫医术通神。 胡青牛好几十年前对这个话就都已经听得厌烦了。 因为他自己实际上感到自豪的,是说他在医学领域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,写了这个书,然后在这方面有创新。 所以呢,如果说胡青牛办理美国的绿卡,当然他也就可以逃离紫山龙王金花婆婆的追杀。 然后呢,他这个,他这方面的重点,除了说他是名医以外呢,还可以讲到在医学理论方面的创新。 刚才呢,张博士讲到这些,我想起来呢,其实我们西卫名律区事务所的这个客户里面呢,牙医还是挺多的。 中国的中山大学,好像牙医比较有名,我们有不少客户有从那里直接申请的,也有到美国以后来申请的。 为什么呢?我想到一个理由,一个原因,可能是因为牙医的收入在美国和中国差很多,对吧? 大家平常说在美国看牙柜,那事情有两面。 另一方面,牙医在美国收入很高,和在中国的收入恐怕目前也还有相当的区别。 当然中国也曾经比较高,但是你有风险,对吧? 他也要查这个那个的事情,在美国呢是可能机会也比较多。 我们也曾经有客户,我记得是在EBEA,杰出人才,取得批准以后,又去上了Danto School,去学牙医的。 那么刚才呢,张博士讲到,这位申请人呢是来自中国的。 好多人呢,他会有这个疑问说,哎呀,我人在中国,那我这个推荐性问题怎么解决呀? 我要多少推荐性呀?是不是一定要有来自某一个国家呀?某一处的推荐性呀? 那么这个问题,这位批准的申请人是怎么解决的呢? 嗯,其实推荐性的数量并不是非常重要,重要的是推荐人他是否了解你的工作,然后能对你工作做出什么样的评价。 以刚才的这位申请人为例呢,他就找了国内的四位推荐人,这四位推荐人呢有医院的医生,然后也有大学的教授。 所以呢,他们就是从临创工作以及科研创新两方面,结合起来给申请人做的一个推荐。 那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呢,三到四封推荐性,甚至更少的推荐性都可以,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推荐人,推荐性里能够对需要强调的部分加以推荐。 推荐人的国别背景不是很重要,并没有说一定要找到来自美国的推荐人。 那刚才说的那位推荐人呢,他因为从来没有来过美国,他对在美国的connection也比较少,所以四位推荐人都是来自中国的,他的申请也顺利获得批准并没有任何问题。 好的,谢谢介绍,对,我想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说像刚才张博士提到的,推荐人不一定非要来自美国,或者要来自美国的某一个地方,来自美国政府啊,知名的大学啊等等。 我们看到网上有各种流传的误导,错误的说法,有的人呢出于各种原因,也许这个语不惊人,死不休,或者呢他就是矫枉过正,或者是就喜欢夸张,引起注意等等。 有的就说,现在再办美国绿卡就没希望了,时间太久了,或者要求太高了,或者某某专业的就不行,人在中国的就不行,没有美国的推荐信就不行。 好多人呢,就用这种武断的办法,试图呢,让别人丧失信心啊等等,觉得呢,都是经常有这个很严重的误导的效果。 另外呢,我们注意到呢,中国的这个医学的教育体系和美国的是不一样的,所以呢,这个美国都是要本科毕业以后再去读医学院的。 那么,来自中国的医学的毕业生,在申请美国的职位啊,或者说申请美国绿卡的时候,他们学位在申请中可以怎样描述呢? 这一点呢,我需要强调一下,因为国内直接获得医学本科学位的,拿的是MD学位。 那在美国,虽然你是本科毕业以后才可以上医学院,但是中国的MD学位美国是认可的,所以你在Degree Evaluation的时候,可以把它相当于美国的一个Advanced Degree。 这个是满足美国NIW对于Advanced Degree这一条的要求的。 所以,如果你在中国MD毕业并没有去上研究生院,或者并没有进行进一步深造,那从学历背景来说,其实是符合NIW对于Advanced Degree的要求的。 另一方面呢,就是你的客户觉得NIW的排期比较长,现在排期可能是要四年多,他们希望就是说能够尽快赴美,所以他们不怎么考虑NIW,可能只是想EB1那边申请。 就我们的角度来说呢,如果人在中国的申请人,很多时候要考虑到工作安排,小孩上学的安排,并不是说说走就能走的,说我今天申请了绿卡,如果绿卡拿到了,我可能今年就能够辞去工作,去居家搬迁到美国。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,NIW它有一段时间的排期,对于中国的申请人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,还有家庭生活,其实是更有利的。 就目前的排期来看,大概从提交140申请,到最后拿到绿卡可以赴美,中间要等,差不多五年时间。 对,这个时间对于很多申请人来说是更合适的,那我们看到有一些申请人,他的背景其实已经满足了EB1的要求,但是因为他从安排工作的角度,从小孩上学的角度,各方面考虑他们还是选择了申请NIW,所以并不是说适合其他人的,就是适合你自己的。 那每一个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求,根据家里的安排,工作安排,生活安排,合理的选择,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拿到绿卡的途径。 好的,说的很有道理,我补充两点,另外也有一些人他是公费或者公派拿这签证到美国的访问学者,像这些人往往他不方便办理这万豁免,所以他可能也要回到中国完成两年服务期,那一边他等着完成两年服务期,一边等着绿卡的排期,可以两边都不耽误,我们有若干的客户就是这样的,等到排期排到了,他又返回美国领取绿卡。 当然了,另外有一些人因为子女教育或者别的原因,希望早来美国,那他当然也可以先用工作签证,包括H1B,包括O1,也有可能包括这签证,来到美国一边工作,同时等待绿卡排期,像这样也是可以。 另外呢,有的人呢,他这个背景,比如说处在这个边缘,像这样,那他不见得就有非常强的把握,能够符合EB1A,杰出人才,那么如果先申请NIW,他可以就有较早的优先日期,对吧? 这一点很重要,我们此前在其他的文章视频里也讲到过,你早申请NIW就有一个较早的优先日期,过后呢,你再办EB1A,现在EB1A也有排期,而且呢,最近一段时间排期前进比较慢,所以,你EB1和NIW都办呢,那么还是有相当的优势。 那总体来说呢,从中国办理美国绿卡,因为有中国毕竟是,人口过去是世界第一大国,现在也仅次于印度,那么恐怕这个大学毕业生数量比印度还要多很多啊,那这个从这些方面呢,申请的人数量很多啊,有一定的这个僧多周少啊,排期的问题,但是呢,这个有意愿啊,然后呢,也能够采取行动啊, 试图就是说,追求自己的梦想啊,改变命运啊,像这样的人呢,还是经常能够成功啊,能够达到自己的效果啊,自己的这个目标的,像刚才提到的啊,这个张博士呢,还有我们律所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啊,以及包括我自己,我们都有呢,从中国来到美国啊,通过不同的途径取得美国绿卡的亲身经历啊,自己的直接的体会,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,已经帮助数千位 中国的各类的人才,以及其他的申请人,专业人士,取得了美国绿卡,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,谢谢 谢谢大家